把一个想法,不好的想法,先一个转念 接受的时候,你看开的时候,哇,真的,你会看到一片天,是非常非常漂亮 我的婚姻出了状况,所以那时候就很迷茫,很多东西很埋怨 到底是错在哪里,那时候我来直接是想要找答案 我听到上人的态势,万般代不走,只有夜随身的时候 我决定放下,把这个不圆满的婚姻的因缘,我们完全全能接受去放下 你说完全不埋怨吗,其实我们是平凡人,还是会埋怨 就是说,把一个想法,不好的想法,先一个转念 所以那时候我就把那个执着,怨恨放下 他讲他要吃素,那时候就开始慢慢学了,开始就开始慢慢的做饭 现在变成我full time的职业 你需要策划,需要酬备,需要拆购,需要烹饪,是很大的工程 所以你坐到那个餐,排到美美的时候,每一个人在吃的时候,是你真心的付出的时候 他说,那个很满足啊,他把我以前很扭方向 然后,直到现在我找到自己的方向 其实,素食是因为我们不杀动物嘛 不要再去做这个造杀业之外,我们不要再去做恶业咯 因为我相信说,在我这个因缘的起伏,也是有这个恶业的循环在嘛 所以我不希望再说有在这个恶业,还在继续 所以我选择做素食 所以我觉得,问我遇到这件事情,觉得苦吧 开头,我跟你讲,是非常非常的苦 7月收的时候,你看开的时候,哇,真的 你会看到一片天,真可以这样非常漂亮